帶來關心疫情 今天臺灣新增兩例境外移住的確診個案 分別從印尼和美國入境 而面對日益嚴峻的國際疫情 臺灣疫苗廠也正加緊腳步 希望趕快邁上第二期的人體試驗 今天登記受試的人數 已經突破了目標兩萬人 不過指揮官陳時中強調 未來還會由醫院來招募受試者 由醫生來評估報名者的身體狀況 接著還要向個案說明清楚 受試的風險才能夠接受人體試驗 今天我們新增兩例境外移入的個案 國際疫情不斷升溫 幾乎每天都有境外移入個案 18號新增的兩例 分別來自印尼和美國 入境的時候都沒有症狀 但陸續在居家檢疫期間發病 採檢後確診 而為了能趕快對抗新冠病毒 國產疫苗最快年底 就要進入二期臨床試驗 衛福部的疫苗事業印象登記平台 才上線七天 登記人數就突破兩萬人目標 不過陳時中也強調 這只是醫院登記要真正招募 下一步還有很多關卡 醫院招募到受試者後還得讓醫生評估病史 確定符合資格後受試者還得清楚知道風險 才能接受人體試驗 但這個全新又陌生的病毒 大家又要怎麼知道疫苗的有效性 張上淳解釋會看受試者體內抗病毒能力 對照國外資料 如果夠高不會被感染就達到疫苗的有效性 第三期不一定要到高風險國家做臨床試驗 華視線網信羅大衛台北報導